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巫,欢迎来到东托邦 今年9月,英国太阳报发布了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盲人预言家 88万家对2023年做出了5个预言 包括第一,地球轨道会发生改变 人们对宇宙的认知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二,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太阳风暴即将来袭 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曾经聊过,有兴趣的可以回看 第三,生化武器将杀死数十万人 第四,可能会发生核电站爆炸事件造成大规模的伤亡 第五,2023年将不再会有人类出生 人类会被禁止生育,所有人的后代都将出生于实验室 这五条预测听起来迢迢劲劲爆 但是别忘了太阳报是英国著名的小报 其报道往往水分比较大 所以不排除这是有人托88万家之名所做出的预测 但是预测中的第五条还是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这条预言的灵感其实是来自于爱隆马斯克五月份的一条推文 马斯克说如果韩国保持现有的低生育率 未来三代人之内人口将锐减6% 韩国网友看了马斯克的推文之后开玩笑说到 马兄你还是太保守了 什么6%你看不起谁呢 60%还差不多 在低生育率这条道路上 韩国是一路狂奔越走越远 自2018年起已经连续四年 全国总生育率不足一了 韩国已经进入深水区 全世界都在后面排队 也许人类命运的转折点真的即将到来 有情提示 这期视频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恐怖的一期 故事开始之前 先要感谢本期节目的赞助商 SupShop VPN 临近年末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出游的计划呢 现在不少景区餐厅商家 为了吸引顾客 都纷纷在营业区域内 架设起了免费的WiFi 这对于没WiFi会死心人来说 简直就是天大的福音 但是你知道吗 公众WiFi也意味着更大的安全隐患 一天莉莉来到了一家网红咖啡厅 一辆汽车停在了停车场上不起眼的角落里 这辆汽车的仪表盘上连着一根长长的天线 车里一个穿着连帽衫的黑客 正趴在电脑上 双手飞快地敲击着键盘 人来人往中 她连续窃取了几个小时的WiFi数据 而这期间没有人打电话报警 甚至没有人注意到异常 如果你不想和莉莉一样 成为黑客的囊中之物 那么是时候下载SupShop VPN了 SupShop VPN采用双重数据加密技术 无论你走到哪里 都能够保证你上网冲浪的安全性 要是出门在外 你还想见缝插针地追个剧 那SupShop VPN也能帮上忙 它可以解锁不同国家或地区的Netflix影片 一个账号可以在无限数量的设备上使用 支持各种操作系统 最重要的是 现在正在进行年中限时活动 使用脑洞乌托邦专属优惠码 能够享受1.5折的优惠 订购两年的方案的话 还免费赠送3个月哦 还等什么呢 快来点击视频下方的购买链接 和我一起来使用SupShop VPN吧 公元2750年首尔凌晨2点半 韩国人朴贤宇在顶楼满足地吃碗了一碗用黄铝锅煮的拉面 从千百年前起 对拉面和泡菜的热爱就深深地刻在了韩国人的骨子里 拉面与深夜总是绝配 而且一定要用黄铝锅煮才是那个味儿 虽然夜已深 但是朴贤宇迟迟迟舍不得入睡 他回忆起昨天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 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都为他热烈鼓掌 有的甚至潸然泪下 而他却暗自神伤 只要朴贤宇不睡 韩国就没有人会提前入睡 因为他是活着的最后一个韩国人了 朴贤宇的年龄已经非常大了 他知道在不久的将来 他将告别这个世界 如果那一天来临 他希望自己能够死在深夜里 这样他就能够为韩国灌上最后一盏灯 而韩国的历史也会随着这盏灯的熄灭 陷入永恒的黑暗当中 不要以为这是我跟你瞎编的故事 虽然它确实是 但是这个故事的编造也是有依据的 2006年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 人口学家大卫科尔曼发出预警 随着生育率持续下跌 韩国可能会成为全世界第一个自然消失的国家 当年韩国的生育率是1.13 2014年 韩国国会立法调查处发布了一则报告 报告指出 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 按照2013年生育率1.19计算 到2750年 韩国将成为一个空国 但是接下来每一年的生育率数据都在告诉政府 你还是乐观了 2018年韩国的生育率首次破1跌至0.98 2020年韩国的生育率创世界最低记录跌至0.84 当年韩国首次出现了死亡人口高于出生人口的现象 人口开始负增长 2022年8月 韩国统计厅发布数据 截止到2022年上半年 韩国的出生率已经降到了0.75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朴贤与最后一位韩国人的殊荣将提前到来 根据韩国日报的报道 过去15年间 韩国政府为解决低生育率的问题 总投入已经超过了225万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1.15万亿元 但韩国的生育率不但没有上升 反而一直在下降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798年 英国牧师人口学家 经济政治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了马尔萨斯陷阱理论 他认为人口的增长速率是成几何级的 但生存资料当时指的是粮食 却是按照算术级增长的 多增加的人口总是会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 比如说瘟疫饥荒战争等等 这是人类所无法突破的生态墙 然而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突飞猛进 生产资料的增长率超过了人口的增长率 各国陆续越过了马尔萨斯所预测的生态墙 以英国为例 19世纪的100年间 虽然人口增加了三倍以上 但是经济增长得更快 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反而提高了 而如今社会发展仍处于上升时期 既没有大规模持续性的饥荒 也没有看见严重的资源枯竭 马尔萨斯的理论无法解释 盛世中所蕴藏的人口困境 但另一位动物行为学家约翰·卡尔宏 在上个世纪60年代所进行的一场著名实验 也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上个世纪60年代 美国迎来了战后婴儿潮 大量人口涌入城市 带来了诸多问题 彼时供职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 动物行为学家约翰·卡尔宏 认识到了马尔萨斯理论的局限性 于是开始着手设计一系列 大规模的动物行为实验 试图探究种群数量过多 对行为的影响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后果 卡尔宏将实验的对象定为老鼠 因为老鼠和人一样都是一种社会型动物 它为老鼠们建了一个天堂般的生存环境 栖息地是一个长宽各2.5米 高1.5米的大型立方体盒子 盒子被分为了16个扇形区域 每个区域里有饮水机 食物投放器 墙上还搭建了老鼠窝 一共256个窝 每一个老鼠窝至少能为15只老鼠提供足够的居住空间 也就是说这里可以至少容纳3840只老鼠 而老鼠的数量达到6100只时 水才会供应不足 达到9500只时 食物才会出现短缺 此外为了保证老鼠们生活舒适 卡尔宏还为这个人造天堂配备了恒温设施 并且派人24小时把守防止老鼠的天敌入侵 卡尔宏给这个人造天堂取名为25号宇宙 为什么叫25号宇宙呢 因为卡尔宏在此之前还曾经搭建过24个类似的宇宙 但之前的24次实验都因为食物和水的缺乏 让老鼠的世界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 种群的数量达到一定值之后便开始下降 之后再上升周而复时 卡尔宏认为这是物质资源有限所造成的 于是这一次他就创造了一个几乎没有物质资源限制的25号宇宙 可25号宇宙的结局却比之前24个宇宙都更加令人急被发凉 最初卡尔宏将四瓷四雄八只健康的老鼠放进了这个天堂 宇宙的前10个月里一切正常 卡尔宏把这10个月分成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0至104天被称为适应期 在这个阶段里老鼠们探索环境 划分领地完成了社会构建 第二个阶段是104天到315天被称为发展期 老鼠的族群们迅速扩大 从8只到16只再到32只 几乎每55天老鼠的数量就能翻一倍 与此同时鼠群中渐渐出现了阶级性 一些身藏体壮的熊鼠开始出现支配性行为 他们会把此鼠占为己有 并且禁止其他熊鼠擅闯自己的领地 然而就在实验进入第三阶段的时候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第三阶段是315天至560天被卡尔宏称为停滞期 这个阶段老鼠数量的增速比之前减缓了三倍 行为和心理也都出现了异常 此时的熊鼠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非统治阶级的熊鼠 它们数量众多 另一类是统治阶级的熊鼠 它们数量少但身体强壮 霸占着最舒适的老鼠窝和很多磁鼠 非统治阶级的熊鼠被挤兑到了25号宇宙的中央位置 它们没有鼠窝可以住 只能睡在撂天野地 其中一部分每天就像躺平了一样 时常处于睡眠或者是催眠的状态 醒着的时候除了吃饭喝水就是舒毛 也不跟此鼠交配 也不在乎其他老鼠的存在 它们看起来封闭又自恋 卡尔宏将这些非统治阶级的熊鼠称为梦游者 另一部分非统治阶级的熊鼠 开始和任何年龄任何性别的老鼠交配 包括和所在领地的熊鼠交配 卡尔宏将这类老鼠称为范性者 这一时期统治阶级的熊鼠则变得更具侵略性 时不时的还会攻击磁鼠和幼鼠 失去了熊鼠保护的磁鼠变得异常的暴躁 有的会把幼崽直接丢弃在鼠窝周围 最诡异的是 越来越多的磁鼠失去了生育能力 一些已经怀孕的磁鼠 子宫甚至会把胚胎给吸收掉 实验第560天 25号宇宙进入了最后阶段死亡期 这一天老鼠的出生数与死亡数相持平 此时老鼠的总量是2200只 也是这个世界的人口峰值 这个数字动态维持了40天左右 第600天时死亡率彻底超过了出生率 此后老鼠的数量开始出现断崖式的下跌 第1588天 25号宇宙里只剩下了27只老鼠 其中23只磁鼠和4只熊鼠 卡尔虹之前搭建的24个老鼠宇宙中 种族的数量达到峰值之后会开始下跌 但之后还会再度反弹 重新出现鼠丁兴旺 但这一次即使把老鼠们转移到新的天堂 并且给它们配上新的配偶 它们依然不在繁殖后代 实验第1700天 随着最后一只老鼠的死亡 25号宇宙消亡 没有天敌没有疾病 食物丰富环境舒适 也不存在马尔萨斯陷阱 但为什么25号宇宙最终还是走向了灭亡呢 卡尔虹自己的解释是行为沉沦 他认为在一个社交密度过大 不会饿死却又无法逃脱的环境中 物种会放弃挣扎变得迟钝 同时封闭烦躁攻击性增加 最终因为心理沉沦走向灭亡 1973年 卡尔虹将他的研究成果以死亡方块 一个鼠群的爆炸性增长和死亡为题 发布在了皇家医学会院刊上 直到今天这场实验还被人们津津乐道 人们很难不把实验的结果 与当今的社会联系在一起 实验中老鼠们的种种行为 就像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缩影 节奏快压力大 社会地位固化 父母属于照顾子女犯罪高发 如果要给人类文明画一个时间轴的话 我们现在很可能就处于25号宇宙的停滞期 更悲观的一点说 不少国家正从停滞期大步迈向死亡期 25号宇宙的结局会是人类的结局吗 我想这个问题谁都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但是其实我个人认为 比起25号宇宙 1939年耶鲁大学进行的另外一个老鼠阶级实验 其实更能解释 人类目前已经病入高荒的生育率 1938年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 设计了一款著名的研究动物行为的实验装置 被称为斯金纳箱 箱子的一侧有一个可供按压的杠杆 杠杆旁边有一个食物投放装置 小动物在箱内按下杠杆 食物投放装置就会释放食物进入箱内 动物可以取食 斯金纳利用他的斯金纳箱 曾经做过一系列动物实验 他将一只进食24小时的小白鼠放入箱内 小白鼠开始在箱子里探索 偶然之间按下了杠杆 获得了食物 白鼠起初可能没有注意到食物的落下 但经过了多次重复之后 就形成了压杆取食的条件反射 后来斯金纳又给箱子通电 电流不会杀死小白鼠 只会让它烧杆不适 小白鼠按压杠杆通电停止 于是小白鼠又形成了压杆断电的条件反射 到了1939年 耶鲁大学人际关系学院的心理学教授 奥维尔·莫瑞尔决定升级斯金纳箱实验 以前箱子里都是只被放进一只小白鼠 那如果我一次性放进三只小白鼠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 实验结果让莫瑞尔教授大吃一惊 莫瑞尔先用黑点在每只小白鼠的背上 做了一个标记 一个黑点代表一号小白鼠 两个黑点代表二号小白鼠 三个黑点代表三号小白鼠 三只小白鼠的体格与健康程度都是一致的 也接受过斯金纳箱的初步训练 已经产生了压杆取食的条件反射 莫瑞尔教授将斯金纳箱做了稍许改动 把食物投放装置移到了压杆的对面 也就是说如今按一下压杆 小老鼠们需要跑到对面去取食 工作量变得更大了 实验第一天 三只小老鼠都拼命的去按压压杆 然后跑到箱子的另一端去寻觅食物 90分钟的劳动结束后 它们都已经精疲力尽 但依然没有填饱肚子 实验第二天 结果类似 小老鼠们都争相去抢着按压杆 忙活了半天 得到的食物还是非常有限 实验第三天 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 起初小白鼠们都变得非常的烦躁不安 甚至开始拼命的去敲打食物槽 此时三号小鼠按下了压杆 而一号小鼠和二号小鼠 恰巧就在食物槽的旁边 食物一落下来 它们就立刻吃了起来 等到三号小鼠从对面跑过来时 食物已经被吃干抹尽了 三号小鼠只能回去再一次按压杆 可结果还是一样的 落下来的食物又被一号二号给立刻吃掉了 90分钟过去了 三号小鼠共计按下压杆300多次 但依然鸡肠鹿鹿 一号二号小鼠分别按下压杆不到50次 但已经久足饭吧 时间第四天 饿得不行的三号小鼠 一进入箱子就立刻开始工作 而一号二号就等在食物槽旁边 90分钟下来 三号小鼠共按下压杆1156次 平均每分钟就得跑十多个来回 而一号小鼠只触动了压杆两次 二号小鼠更夸张 它就在食物槽旁边等着一动都没动 仅仅4天 三只小老鼠就产生了社会阶级 二号小鼠是毫无疑问的剥削者 一号小鼠相当于中产阶级 可怜的三号小鼠自然是最底层的劳动阶级 这场实验后来被称为老鼠阶级实验 实验中有一个细思极恐的细节 老鼠社会阶级的产生完全是在一个偶然的条件下 一号小鼠和二号小鼠恰好就在食物槽旁边离资源比较近吧了 时至今日人类早就依靠智慧打破了食物匮乏的死循环 也越过了马尔萨斯陷阱 但稀缺感依然营绕在绝大多数人的心头 这是因为如今的竞争标底物早已经不是食物 而是权力的分配 我们一直在说生育率生育率 究竟什么是生育率呢 这是人口统计学里的术语 指的是一个国家或者是地区的女性 在孕龄期间平均每名女性所生育的子女的数量 生育率等于1 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女性 一生中平均只生一个孩子 人口统计学家通常将总和生育率达到2.1 界定为世代更替水平 也就是能够维持人口总量不增不减的生育水平 为什么是2.1呢 简单来说造人这件事需要一男一女两个人 孩子长大之后呢 父母早晚有一天会去世 如果在综合考虑车祸疾病等意外因素 那么2.1就是一个维持人口不变的比较稳妥的数字了 但不同国家和地区并不能一概而论 以中国为例 中国的男女比例并不是1比1 根据2005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1999年至2005年间 出生婴儿的男女性别比例达到了127比100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要达到2.3左右 才能够维持世代更替的水平 在深入讨论为何现今越来越多的国家的生育率都半死不活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智人是如何发展成为如此庞大的种群的 根据一个在学术界比较有争议的理论 大约在距今75000年前 印尼苏门达拉岛发生了一次超级火山大爆发 3000立方公里的火山灰被抛住了大气层 造成了全球气温急剧下降 低温维持了数百甚至上千年 杀死了世界各地的其他史前人类种群 仅有非洲一直1000到1万人的群体幸存了下来 部分学者认为这可能是智人出现后面临的第一次灭顶之灾 气候稳定之后 这只不到1万人的总群开始走出非洲 向世界各地扩散 换句话说 目前全世界近80亿人口都是这1万名非洲智人的后裔 虽然非洲起源说目前还是存在争议的 但是主流学界一致认为 智人确实是花了7万年的时间 从最初的1万人 繁衍到了公元1800年的10亿人了 英国人口学家保罗·莫兰 在2019年出版了《人口浪潮》一书 详细描述了自1800年 英国现代化肇始以来全球的人口大事 第一次工业革命起始于英国 英国也成为了人口浪潮的发源地 随着现代工业化的推进 婴儿死亡率骤降 普通人的预期寿命大幅提升 女性的生育率在一定时期内 维持在前现代的高水平范围 从这幅生育率地图中 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人口浪潮的模样 它从英国散射开去 往西越过大西洋 抵达了美洲 往东横贯欧洲大陆 进而波及东亚的中国和日本 往南则漫过了北非等地 还影响了澳大利亚 1927年 全世界人口达到了20亿 这一次从10亿翻一翻达到20亿 人类只花了123年 47年之后 1974年 人口再次翻倍达到了40亿 如今距离1974年 已经过去48年了 联合国最近刚刚宣布 世界人口在2022年11月15日 达到了80亿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城市化和女性受教育程度 不断提高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女性生育率已然开始下降 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 人们愿意生孩子 因为人口就是劳动力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孩子不再是家庭的重资产和劳动力 不少人还发现 如今生孩子不仅不能提高家庭的总体竞争力 甚至还能把父母给累死 工业革命成了现代社会最好的避孕药 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低的地区 也是人口浪潮的最后一个浪头 可以想象当非洲也实现全面现代化之后 人类将彻底步入25号宇宙的最后一个阶段 双尔大学动物行为学教授崔才天 曾经发表过一番惊人的言论 也道出了韩国生育率病入高荒的根本原因 他说在韩国选择生孩子的人一定都是傻子 智商估计连两位数都没有 的确在韩国活着都已经够难了 更别说生孩子了 一个人口5000多万的国家 记录在岸的补习班就有10万多个 普通家庭70%的收入都用在了孩子的补习上 不少家庭宁愿负债也要送孩子上补习班 韩国的教育有多卷 还请回看我之前的视频 然而辛辛苦苦四当五落考上了大学 又能怎么样呢 在人人都是大学生的时代 你注定就是社会的一颗螺丝钉 根据韩国雇佣劳动部2019年公布的数据 长期雇员超过5人的韩国企业 2018年人均工作时长达到了1986小时 远高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 平均工时1763小时 中国所说的996007在韩国人眼里估计都算是休息了 工作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时间 留给韩国人睡觉的功夫就不多了 2021年全球睡眠日3月19日 经济组织OECD与席梦斯调查联合公布了韩国人的睡眠情况 韩国人平均每天的睡眠时间为7小时51分钟 相比于其他OECD成员国来说 处于垫底水平 妥妥的睡眠贫困国 长期处于工作与休息的失衡状态就算了 上班还要面临职场欺凌 根据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2017年公布的数据 过去一年里75.7%的20多岁的韩国人 至少一次在职场上遭遇过欺凌 对于30多岁的韩国人来说 这个比例降到了70.9% 最恐怖的是 韩国统计厅公布的2021年死因统计报告中 从各年龄段来看 10到39岁的年轻人群中 自杀是第一杀手 2021年韩国共有13352人死于自杀 也就是说平均每天就有36.6人结束自己的生命 韩国已经连续数年蝉联OECD成员国自杀率第一的宝座了 首尔的汉江上有一座两端 连接着首尔马普区和永登普区的大桥 这座桥虽然不是汉江上最宏伟壮观的大桥 但却是最诡异的一座桥 因为它除了正式名称马普大桥之外 还有一个别名叫做自杀大桥 2009年到2012年间 从马普大桥跳下自杀的人数高达110人 2012年中旬首尔市政府与三星保险公司 举办了建设生命之桥的活动 对这座大桥进行了重新装修 每当有行人走过时 桥护栏上的灯就会亮起 并且显示出一连串温情的问候信息 比如说很累吧 别伤心抬头看看之类的 然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 大桥重新装修后的第二年 这里的自杀率竟然翻了六倍 有专家分析说 普通人看到这些标语 可能会感到温暖 但是对于已经有轻生念头的人 这些标语就显得格外的刺眼 我都已经如此绝望了 连一座桥也来要来讽刺我吗 对韩国年轻人来说 人生从起跑线开始就充满了荆棘 在这种内卷压抑 甚至是畸形的社会环境中 人们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 还会期盼新生命的来临吗 生育率倒数第一 自杀率正数第一 韩国果然霸气 不过咱们也用不着嘲笑韩国 全球有30多个国家的生育率 都已经跌破了1.5的警戒线 其中大部分是发达国家 国际上通常认为生育率1.5是一条高度敏感警戒线 一旦生育率跌破了1.5并且维持一段时间 该国家或者是地区就很容易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再也爬不出来 不少国家正跃跃欲试跟韩国争夺低生育率冠军 亚洲实力问鼎的国家就包括日本新加坡 欧洲的西班牙 意大利 希腊 芬兰也虎视眈眈 发达国家中只有以色列的生育率达到了2.1的世代更替水平 以色列生育率一直独秀的原因 除了国家颁布的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 以及独特的教育制度之外 还有一些历史因素 我们之前讲过历史上犹太人屡遭欺凌和屠杀 犹太民族始终都无法忘记亡国灭族之威 近些年来就连中国也敲响了人口警钟 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一度超过6 此后开始了影响深远的计划生育政策 80年代以后 政府规定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 超生的要接受经济和行政处罚 读生子女政策一直延续了30多年 直到2011年开放双读两孩 2013年开放单读两孩 2016年全面启动二胎政策 2021年中央又推出了三胎政策 但此时一路下跌的总和生育率 已经有入一批脱缰的野马拉都拉不回来了 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202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跌至1.3 全球倒数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1年的生育率更夸张 仅为1.15 老龄化严重的日本人家的生育率 还有1.3呢 房价居高不下 教育疯狂内卷 工作钱少事多 再加上疫情带来的经济停摆 现在年轻人连婚都不敢结了 你还让人家生孩子 迟滞的政策 不友好的生育环境 匮乏的育儿支持 中国是否会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谁也说不准 但目前情况确实不容乐观 最恐怖的是 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查报告显示 中国不孕不育的发病率 已经从20年前的2.5%到3% 攀升到了如今的12.5%到15% 25号宇宙中 老鼠们身上的不孕诅咒 正在人类社会中应验 我们丧失的可能不仅仅是 今天的生育意愿 更是明天的生育能力 联合国曾经预测 世界人口将在2080年左右 达到峰值104亿 并且动态维持这个数字 到2100年之后开始缓慢下降 但不少人口学家持不同意见 他们认为人口的转折点 就近在眼前 说到这儿肯定有人会问了 人口减少不应该是好事吗 人口少了 工作应该更好找了吧 竞争应该没有那么激烈了吧 房子应该白菜价了吧 日子应该更好过了吧 如果这是你的真实想法 那只能说你too young too simple了 1989年1月7日 日本昭和天皇 与世长辞 当天晚上 东京银座挂满了白色的灯笼 然而灯笼下的人们无心悲伤 他们流连于明亮的橱窗前 嬉笑于豪华的餐厅里 有的还因为国丧期间 偶像的演唱会被取消 而失望不已 二战后 日本迅速从废墟中崛起 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 日本没有穷人 日本第一等想法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贯穿整个八十年代 昭和最后五年 也就是1985年到1989年 日本个人财富翻了一番 东京很多企业年底 都要发十几个月的月薪 作为年终奖 传说有一家建筑公司 只发了六个月 结果高管就四处抱怨说 哎呀不景气啊 1990年美国纽约时报发布了一则新闻 说面积只有加州大的日本 其土地的总市值估计为15万亿美元 是整个美国的五倍 这让美国人不敬感慨 究竟是谁打赢了二战 当时所有的日本人都认为 他们的经济列车会声声不息 永不停歇 平成元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1989年12月29日 列车时速达到了巅峰 日本股指高达38915点 随后刺耳的刹车声响起 列车出轨冲入荒野 此后日本经济开始了失落的30年 平成7年1995年 日本的生育率跌破1.5 从此再也没能走出低生育率陷阱 2003年之后 日本未满15岁的儿童人数 还不及日本猫狗宠物的总数量 2010年起 日本的总人口开始减少 那么日本人如今的日子 有过得更好吗 日本著名的经济评论家 大钱炎一 2015年出版了一本书 名为第一欲望社会 他在书中感慨道 如今的日本年轻人 没有欲望 没有梦想 没有干劲 日本已经陷入了第一欲望社会 所谓第一欲望社会的定义是 无论物价如何变化 消费都无法得到刺激 经济没有明显的增长 年轻购房者的数量逐年下降 大部分年轻人对于买房买车 结婚生孩子毫无兴趣 宅文化盛行 一日三餐从简 日本股指从当年的38000多点 一路下跌 最低的时候跌到了7000多点 很多人一辈子的积蓄 都化为了乌有 楼市也没能逃过崩盘的命运 买房子的人少了 房价下跌似乎是理所应当的 但是很多人在高价时买下了房子 后来房价跌到了 原本价值的三分之一 甚至四分之一 可是贷款却一分钱都没少 只能节一缩时 用后半辈子来还债 与低生育率如影随形的 另一个问题就是老龄化了 根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2021年的数据 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的人口 已经达到了3627万 占日本总人口数的29.1% 是全球名副其实的最老国家 有25.1%的65岁以上的日本老人还在工作 如果将年龄范围缩小到65岁到69岁 其比例则高达50.3% 老人不退休 年轻人哪来的机会上岗 有人可能会说了 老人总会有去世的一天 到时候人口减少了 竞争自然就不激烈了呀 但是看待人口与就业关系时 不能只看到人口作为生产者的一面 还要看到人口作为消费者的一面 少子老龄 社会缺乏的不仅仅是劳动力 更是消费能力 当人口减少 社会总体消费下滑时 资本家自然就会减少招工 更不幸的是 在这场劳动者与资本家的赛跑中 嗅觉更敏锐的资本家总能跑在前面 岗位数量的下降速度 总是快于劳动者数量的下降速度的 日本的今天就是很多国家的明天 那么有没有办法扭转颓势呢 很遗憾 在阶级严重固化的世界里 想要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简直是难如登天 法国作家大众马 在基督山伯爵结尾的一封信中说到 人类的全部智慧都蕴含在两个词里面 等待与希望 如今人们不婚不育的真正原因 正是丧失了对明天的希望 哪有什么低欲望 不过是对现实的无奈罢了 也许我们在未来能够找到某种解决之道 但是留给人类的时间还有多少呢 其实作为2023的预言视频 我本来不想这么丧的 最后呢送给大家一段罗翔老师的话 希望可以治愈你的每一天 我过得那么长 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呢 爸爸妈妈你当年生我的时候 怎么就没给我伤面呢 如果你真的觉得 出生本身就是一种伤害 那你就会觉得 这个世界就是虚无的 既然每个人都会死去 那活着活干嘛呀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你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有意义的 并不是每一个人的梦想都必须是先挣他一个意 也不是只有潜水摄影环游世界才能被称之为爱好 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 但终点却有无数个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赛道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会有很多痛苦 但体会到了痛苦之后 才更能理解平凡的幸福有多么的幸福 预祝大家在2023年无病无灾喜乐安康 不经历痛苦也能感受平凡的幸福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